台上专家分享AI带给产业的影响及改变 台下的学生专心抄着笔记聆听 为了培养AI传播专业人才 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与新北市13家有线电视业者 近日在台一大共同举办2024公用频道论坛 借由论坛活动将AI融入并深入到不同知识领域中 讨论公用频道在AI技术中的创新与实践 从AI的数据分析 到产业数位转型及相关延伸的法律素养 透过座谈的方式 让台上专家学者彼此交流分享 也透过问题的Q&A与台下学生进行对话 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合运用委员会执行长杨明杰表示 在如今AI来临的时代 传播产业上开始试着与AI结合是一个新的趋势 我想说今天这样的一个论坛 包含就是一个AI的一个新趋势 当然就是说主要是在传播产业跟AI里面以后有些关联 怎么样去做一些发展 那有助于这个产业界的一些成长 我想说是非常非常有重要的 杨明杰也认为AI对于传播产业是一个重要的助力 藉由AI的正确运用 未来才能帮助传播产业更加蓬勃发展 我想AI的一些发展持续的 它是应该是帮助我们产业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助力 那包含就是说前一阵子就是包含AI 包含那个董平党的一个黄冯军 他有来台湾造成一些旋风 那我想说他那时候最主要focus在AI怎么样是有一个很重点是算力的部分 那今天在我们这个新北市的一个工业平台 绘画委员会的一个规划下面 我们最主要是针对就是怎么样去配合这些算力 然后去做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 能够提升大家对AI的一些体验 那甚至进而一步的话 是利用AI的一些运用 让这个产业能够更加蓬勃发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 外界对AI的潜能也正持续解锁 AI正逐渐改变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的工作方式 而在传播产业也期待 未来透过业者与学术间的交流 培养出更多具备人工智慧应用的传播人才 记得肖世红新北长报道